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印度人开启卦有多可怕 要是想具体的形容确实有点难度 但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印度人基本上已经是百毒不侵了 毕竟看到印度随处可见的垃圾场 以及和垃圾场相连的饮用水域 不过这次说的河流可不是恒河 毕竟恒河水的毒性已经无法对它们造成影响了 所以很多小伙伴就很好奇 要是印度还有比恒河污染严重个几倍的河流 印度人还敢跳下去玩泥巴吗 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小伙伴 估计要失望了 我们今天来看看印度的亚姆纳河 这条河被称为印度的白色河流 远远看上去 河面上层层叠叠的白色泡沫 还有点漂亮呢 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面漂浮的是厚厚的一层雪花 或者是谁家在街上晒棉续来着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附近工厂的污水排放问题 在我国对工业污染的排放是有严格要求的 但在印度却没有这么讲究 基本街上馆子就能直接往河污里排 所以日积月累之下 这条河也就成了印度最恶名远洋的垃圾河 污染指标甩横河几条街 河里别说是鱼 就是肉眼可见的活物都落不着一只 能看到的除了白色泡沫 就是各种守候垃圾 但就是这么可怕的河流中 你依然可以看到印度人在里面洗衣洗澡 甚至狙起一捧河水 刺溜溜一口搓下去 简直隔着屏幕都有种会呈现的感觉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